新世界欧莱雅李佳琪交恶幕后 品牌方自播与一见风 1.欧莱雅与两大头部主播之间的较量 成为这几天的热门话题 无论结果如何 此次事件都将成为大品牌和头部主播博弈的拐点 3.知情人士称 以往每次大促前 两家头部主播都会彼此较劲 向大品牌要求直播间专享优惠折扣 甚至会出现某品类二选一 不少消费者认为 欧莱雅没有契约精神 态度傲慢 属于典型的电大欺客 也有网友认为 头部主播已经具备垄断能力 欧莱雅无需被主播裹挟 前知名MCN机构从业人袁许子 告诉凤凰网科技 一位在李佳琪直播间购买面膜的消费者 询问欧莱雅客服 得到回应是 李佳琪说是低价就是低价吗 李佳琪也只是打工人而已 他说在优惠也是官方活动策划决定的 两大主播口径一致地表示 巴黎欧莱雅面膜差价行为 对于直播间的消费者不公平 目前正在与对方沟通 要求巴黎欧莱雅在24小时内拿出解决方案 随后 巴黎欧莱雅给出了解决方案 提供两种面值的消费券 供此次购买面膜的用户下次使用 爷网友友认为 巴黎欧莱雅号称主播直播间最大力度 却出而反而涉及虚假宣传和价格欺诈 有不少网友在巴黎欧莱雅声明下表示支持 称商家不应被流量裹挟 真正为消费者盟律 应该去掉赚差价的两大中间商 但随着品牌自播逐渐成熟 加上平台的大力扶持 品牌商也逐渐意识到 凭借优惠就能留存用户 不用依赖主播拉销量 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空间